自从蚂蚁金服IPO被紧急喊停之后 当主对于马云的追杀就一发不可收拾 马云自10月24日起公开场合上批评 中国金融监管思维过时扼杀创新 从那之后就几乎是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彭博报导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北京建议他至少到12月都要留在中国国内 而现在中共当局对阿里巴巴集团展开了反垄断调查 马云身边的人似乎也开始为了自保进行切割 法广报导 北京当局24日宣布对阿里巴巴垄断行为依法立案调查 金融管理部门随即宣布退约谈蚂蚁集团 25日阿里巴巴集团总部所在的浙江省表态支持中央 网络上传出了当地服务阿里社的清晨办的招牌 已经被遮盖的照片 并且重申习近平坚持的两个维护 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专门召开会议 誓言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被指出是明显地在向习近平表忠心 袁家军在会议上说到 反垄断 反不正当竞争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决策部署 这将省要扛起责任 坚决落实 并且以此作为契机主动作为 而中共官媒也持续对阿里巴巴的攻击 人民日报评论 阿里巴巴是不以规矩 不成方圆 平台垄断问题反映出了线上经济发展 存在风险和隐患 华盛顿智库战略界国际研究中心学者甘斯德表示 中国在调查和推动反垄断案件方面的制度不是很透明 似乎也不是完全取决于司法审查 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则是在报告中表示 中国政府对阿里巴巴的反垄断调查 是显示风向已经改变的警告信号 可能会使其业务面临长期的阻碍 另外苹果日报引述香港进会大学 客座教授吴明德的分析 阿里巴巴掌握了云计算 网络金融 物联网 大数据等等高科技 马云的政商关系也十分密切 让习近平感受到威胁 所以要用尽千方百计的来整顿阿里巴巴 现在外界仍然持续高度的关注马云及阿里巴巴的未来 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了 马云11月2号在和中国监管约谈中曾经提议到 把蚂蚁集团的部分业务交给政府 接近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人士说 政府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要接受马云的提议 现在正在考虑的一项方案 涉及让蚂蚁接受更加严格资本和杠杆监管 并且让国有银行或者其他国有投资者入股 以弥补监管规定收紧之后 可能会出现的资本缺口 法广报道 当前正在服刑的前中共常委周永康的儿媳黄婉 在平安夜发出公开信 请求习近平放他回美国 周永康曾经是中共常委 人称政法王 习近平掌权之后 与王岐山联手反贪 而他在2013年底被查 两年之后以受贿罪 滥用职权罪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周永康的长子周斌 在2016年以受贿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非法经营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周永康一案使其家人 包括儿媳妇全数被带走 黄婉表示道 自己过了像地狱一样的七年 她被监视居住十个半月之后 过了一年多的看守所生活 2016年被判缓刑后 由社区司法又看管三年 2019年6月星期结束 她以为终于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 返回美国与父母团聚 但北京朝阳区法院 又提出了一项民事诉讼案 来限制她离境 如今18个月过去了 案子是毫无进展 然而宜昌中级法院 通知她搬离自己的住房 万不得已 她向习近平写信求救 她在信中说 周冰在海外的全部资产 已经被追缴回中国 她现在没处奖礼 而且表示自己只是想回家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不要 但是请先把限制出禁令解除 解除之后她就会立刻搬离 一刻都不会耽搁 她还表示道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不是因为她是坏人 所以自由应得 而是因为她是周永康的儿媳 她曾经在看守所里 因为不堪忍受虐待 要求和周永康脱离关系 但是也不被允许 并写她在信中最后诉诸于亲情 表示自家的父母年近八十 现在只想和孩子一起回美国 在去年二月份 黄婉曾经发布数条推文 表示自己作为周永康的家属 要对所有在周永康指整 政法委时期的维稳受害人道歉 还向中共官员喊话表示 你们的官位是否能够大过周永康 他尚且无法保护家人 有一天轮到你们的时候能保护吗 法治的健全和执行 才能保护所有公民的权利 而律师博志强表示 希望黄婉的声音能被听到 也希望其合法权利正常实现 陈建刚律师则发布推文表示 黄婉本来应该要在去年六月六号 结束缓刑 获得自由返回美国 但是中共当局认为 他知道的太多了 又因为黄婉有美国公民的身份 不方便直接的迫害 因此就炮制出一个荒诞的民事案件 立即的限制其出境 至今18个月 法院却连诉讼文书都还没有完全送达 这就是以法律之名进行的人身绑架 中共中央12月24号及25号 召开了民主生活会进行自我检查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法广报导 从会议报导来看 习近平一个人高高赞上的 其他的中央政治局同志则是要逐个发言 按照要求进行对照检查 而检查的内容 就是是否有做到所谓的两个维护 并且再次赞扬习核心所带来的优良政绩 习近平主持的会议表示 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 战胜了前所未见 罕见的风险挑战 包括了新冠疫情突如其来 虹毛灾害多地发生 经济发展备受冲击 外部环境风高浪急 在这泰山压顶的危难直刻 在这极不寻常的年份 创造了极不寻常的辉煌 当局以泰山压顶 形容2020年习近平当局所遭遇的挑战是罕见的 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流露出了习近平当局 在处理包括新冠疫情 香港事件 甚至南方大水等等重要问题上的失误决策之后 面临的围困局面 但随后却还是以辉煌的胜利自居 则被评论家认为是过于装狂 很多事情是远远没有终结 新冠还在全球肆虐 香港的后果正在逐一显现 而洪灾几乎是每年都要轮回 经济发展且漫谈漫谈 习近平过早地总结了胜利 不过仔细阅图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分析人士认为其实真正的重心是在最后面 习近平的三个关于强调和三个指出 那才是本次民主生活会的要指 他耳提面命的要各个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听他的批评 习近平强调 首先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 他要求中央政治局的同志 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问题 坚持政治立场不移 政治方向不偏 要点是立场和政治方向 就是政治上要和习近平保持一致的立场 沿着习近平指引的政治方向前进 其次讲政治必须要提高政治领悟力 核心的内容是 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第三条是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 第四条讲政治必须研以律计 习近平掌权以来 十分警惕党内出现山头 就是害怕有人会拉帮截获 所以这一条强调了 要做到慎毒慎出慎为慎由 而习近平最后表示 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开得很好 以皆大欢喜结束了又一次的中共会议 而民众也还是无法看见具有实质作用的检讨与政策改善 中共当局对新疆打压的暴行在天一地 苹果日报报导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 俄敏县文体局退休干部哈利·尤拉·图尔逊 早在2018年3月份 因为控诉新疆再教育营实施以酷刑迫害 让哈萨克莫名惨死 成为了公开揭露黑监狱内幕的第一个人 但他因为要求彻查相关案件 结果最后导致全家受到牵连 其大儿子阿黑哈提表示 父亲已经在今年的12月14号 于黑监狱内惨遭酷刑死亡 终年71岁 阿黑哈提在新疆出生 2015年已去到哈萨克 2018年规划为哈萨克籍 所以得以将此消息共诸于众 哈利·尤拉在2018年3月份 他帮助被关在新疆再教育营的牧名 朱马开尔德·阿海家属撰写请愿信 他形容所谓的培训中心犹如黑监狱 朱马开尔德因为被当局强征草场 在没有罪名 没有治安违法的行为之下 却被关入了培训中心 他被迫在只有-10度到-20度之间的黑牢之内 泡在大水缸的冷水中 其间他多次呼喊习近平万岁 中国的法律万岁 我们有罪 这是非法抓我 培训中心是黑监狱 而最终残死 当局为了避免尸体被截破检定 强行地用挖土机把他草草埋葬 还把死因定性为先天性心脏病 而该请愿性最后换来的 就是帮助请愿的人全家受到牵连 他自己被关进了尔敏县 土耳滚教培中心之内 24小时必须要带上铁疗铐 还被拉到没有尽头的小黑房 独打逼供 昏迷之后再被拖回牢房 在没有审讯的情况下 家属被口头通知 哈利尤拉破刑20年 最后一次见面时 哈利尤拉被插了倒尿管 已经失去意识 无力回应家属的提问 而墨西人除了移民哈萨克的 阿黑哈提之外 哈利尤拉的妻子及其他两个孩子 都被坚持居住 而这种非人道的待遇 是外界所无法想象的 与本月过世的哈利尤拉 是少数能够鼓起勇气 揭发中共恶行的受害者 但是她却不会是最后一个牺牲者 欧洲国家塞尔维亚 在新冠疫情与全球爆发之后 选择高度信任中国的防疫成果 甚至在今年三月份 邀请中国抗疫专家 至当地进行防疫工作 当时负责搭载中国抗疫专家任务的 弗拉尼奇机长 特地的高辉五星旗 画面让国际社会留下深刻印象 弗拉尼奇表示 很感谢中国 并且对于负责再送 首批中国抗疫专家到塞尔维亚 感到非常骄傲 但是这位机长 却于近日确诊新冠肺炎病逝 综合报道指出 弗拉尼奇的妻子认为 他应该就是在飞行任务中被感染 因为他一直在执行飞行任务 另外关注到塞尔维亚当地疫情 现在十分的严峻 11月以来 每日新增病例数 死亡数 节节创下新高 疫情严峻的情况下 当地医院是一床难求 甚至连走廊通道 都急满等待就医的民众 诊疗室 走道上满满都是病患 而该国总理布纳比奇 在周四透过电视直播 施打了辉瑞疫苗 成为全国首位施打疫苗的人 现场还有其他部会首长一起施打 以向民众证明 疫苗是安全的 以消除大家疑虑 但是这是否能说服当地民众接种 并且达到全体免疫效果 还有待观察 因为早前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国国营企业外派员工 在接种国药集团生产的 新冠肺炎疫苗后 与非洲乌干达 安格拉 以及欧洲塞尔维亚 相继的集体感染 感染人数可能高达数百人 但中国政府却迅速封杀消息 而且努力地将此议题 转变为政治话题 其中塞尔维亚 南巴纳特州首府 潘切沃的天津电力建设公司 其中有四百多名中国籍员工 就已经有大约三百人确诊 当中包括了大批来自于中国境内的员工 而他们在出国前都接种了国药集团的新冠肺炎疫苗 而到了当地 却还是被感染 天津电力建设公司对此拒绝回应 也删除了官网上在塞尔维亚的资料 而此番消息可能也会影响塞尔维亚当地民众 对于疫苗的信心 对于疫苗的新冠肺炎疫苗 对于疫苗的新冠肺炎疫苗